一百共青年學校大學立學宿科技術類生結出 在極力競爭之下 強調九年一冠的中華技術科中學組表現非常優秀 在英國和立學宿科方面 體學系全國本書 顯示出老師用心和學生的努力非常不簡單 由米的英國聲唱完整間九聲 一百共青年學校大學立學科技露修奉 在宿科科技方面 對背後在地優秀和主持很努力的中華技術科中 都記憶很優秀的相似 米宿宿科方面 在老師有意識的端子之下 在老地宿苗創意表現以及米宿感想三行科目 全般有半首以上打到頂標和頂標 張鳳啟同學竟是掛到素描項目的全國本書 那鳳啟他在自我要求跟學科的努力之下 他目前的目標 繁星的目標放在清華大學跟台灣藝術大學 那還是有自己的想法 這一次的素描能夠拿到 全部的考生最高分的等級96分 也是因為他在高三的時候 每一次模擬考都非常的努力 那表現很穩定 那在大考的時候沒有失常 所以以他的努力能夠得到這樣的分數 在英訪試科方面 在地裡在主修行李全班 高達6十的端子超過85分 劉鈺銘端子王姓俞端子 謝雲如端子分配到 聖賀祖 疲憊祖 跟雲勤祖的全國本書 陳佑軒董兒是契約聖賀祖的全國出本書 這次我們高山的同學在大考成績的表現 就是有三位是主修的全國幫手 那一位是全國的前三名 那這些同學呢 其實他們在國中 就是在國中的時候 有一些是飛客班的 飛客班出身的 也就是說不一定是音樂班 但是他們憑藉著對音樂的熱忱 還有家長的支持 那就是在考上音樂班之後 在張藝這個環境之下 就是耳濡目染 才會有今天的成績 那我們學校呢 除了就是培養重點主修的同學之外 其實在他們的其他各方面 譬如說樂團啊 或是有定期的展演 那這些部分呢 其實都是幫助同學 就是在上台的時候 會有更有經驗的表現 以至於在大考的時候他們才不會失場 那他們是這個第一次 用連招的方式來考進來 那考進來的時候 這個程度 當然在國中來講 他有算是 算是有一定的成績 但是進來之後呢 這個學校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 就安排給他們很好的這個環境 繼續提升 讓他們可以在這個每一次的這個數科考試啊 包括接下來的很多的演出裡面 讓他們去磨練舞台的經驗 那最主要是校長很支持這方面 所以 全 全力給所有這些 呃很 想要上進的孩子 給他們很棒的資源 所以他們才可以有這樣 很好的表現 在學校的栽培 老師的用心 以及學生的能力 充分非常優秀的成果 不然證明中華在地 可以保養優秀學主 讓學生自己的養藥 竟然是中華夠有養藥 請中華新聞0號中華彩虹伯德